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读过三国演义 或者三国志 你知道吗 刘备自玄德 张飞自义德 曹操自梦德 那你知道五百志 什么吗 五百志心得 你没有写过五百志心得吗 各位我想和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的YouTube有点过分 真的越来越过分 我记得以前大概十来年前 YouTube没有广告 后来呢 那个广告是可以跳过去的 前几年说五秒后可以跳过广告 现在又说影片将在广告结束后播放 我看以后影片可能会在广告中播放 真的是要和他抗议一下 搞什么 对不对 赚钱也不要那么过分嘛 对吗 YouTube 你要加油哦 要改进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去过天津旅游啊 我觉得天津有三个名店 一个是全聚德烤鸭店 在广告中播放在广告中 因为他叫我说 谁叫你来 我真的不敢再去了 有一年我去大陆山西旅行 早上因为太充满了 一颗水煮蛋来不及吃 导游就说那你带着走 结果我就把这个水煮蛋放在口袋 结果游览之后就一直往山东开 很奇怪到山东以后我摸一下口袋 拿出来这个鸡蛋 这个水煮蛋已经变成乳蛋 哦 原来山东到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台湾的那个不孕症非常辛苦 像我们的经理啊 今年48岁 好不容易啊 才透过人工增值 花了一百多万 她太太最近才帮她生了一个胖娃娃 她非常高兴 结果就把她儿子的照片啊 广发到过LINE群里 我有一位同事啊 就想恭喜她说 哎 令狼啊 像嫂子啊 结果一不小心 嫂子写成傻子啊 就是令狼像傻子 结果第二天啊 就被我们总经理啊 开除了 说发检讯能不小心啊 我们公司呢是一个专门做这个田野调查工作的行销公司啊 最近科长就要求下属提出最近调查的报告 有一位女职员啊 她就写她的心得报告 她说 我从小啊 就很胆小 怕狗 结果呢 和科长 一同下乡做田野调查 跑了几个月啊 胆子变大了 胆子变大了 结果呢 她不小心啊 笔物啊 把胆写成肚子的肚 导致啊 科长啊 被董事长调职了 最近啊 我们公司啊 有位 长得很漂亮的女职员啊 就被经理提拔为这个妇礼啦 这个女职员呢 就想说 感谢经理嘛 就发了简讯啊 向经理致谢啊 说 经理啊 让您操心的 此生难忘 但是呢 她就 一时不小心啊 让您操心的心啊 就忘记写啊 结果就让您操 此生难忘 结果又被 这个经理的太太 看到这个简讯啊 导致呢 经理和她老婆啊 离婚 你看 睡不睡啊